观众朋友大家好 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是 2023年的武汉公开赛 丁静辉对赠阿什利赫吉尔的比赛 这是延期资格赛 好 目前丁静辉已经顺利上手了 看一下左下方抵戴的黑球 没有问题的 黑球打进以后吃库弹起来 再要右下方抵戴 这颗红球打进以后看一下 粉球是可以叫到的 好 粉球打进 看一下啊 其实今年丁静辉的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 在一个栏公开赛打进了八强 继续来调粉球 建场噪音还是不小的 好 看一下黑球左边的这颗还有下球 丁静辉的中短台围球 他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完全不用担心 而且赫吉尔他的世界排名并不高 看一下赫吉尔目前是排名在第67位 丁静辉英格兰打完以后上升一位 来到了第15位 期待着这个武汉公开赛 丁静辉有一个精彩的发挥 这样的话可以确保冠中冠的席位 以及 以及这个大师赛啊 一系列的球员锦标赛 一系列的比赛的冠这个席位 好 右下方底带打进这颗就可以调篮球了 门票早就卖光了 武汉公开赛的门票便宜的几十上贵的上千都有 嗯 一裤弹起来以后看一下再走右下方底带 武汉公开赛是排名赛啊 中国举办的这种上海大师赛 香港大师赛 澳门大师赛 这几个他不是排名赛 因为这个奖金不计入到排名的 剩下的武汉公开赛 国际锦标赛 世界 还有一个世界什么赛来 他们都是要进入排名的 就是区分排名不排名 就看一点 所有的球员都能参加 还是说只是前几名都能参加 右边中带打进还是要粉球 火箭是在二号台 因为毕竟是中国的主场 所以把丁几辉排在了一号台 看一下右下底带还是可以接上的吧 不过大角度了 打进再要粉球 剩下的几颗红球啊 最简单的就是左下方底带的这一颗 粉球向上的角度蹬起来 继续要接一颗粉球同带的 现在领先了49 台面还有67 再处理两颗红球就能超分 打低排名选手 丁净辉还是非常值得信赖的 他的状态也不错 右下底带的这颗红球打进超分 打进以后掌声雷动啊 顺利超分了 而且一杆拿下 打得非常到位啊 这个右下方底带叫的来组合球吗 现在领先12分啊 超了12分 领先63 台面51 留在带口了 看赫吉尔还要上来吗 要上来 第一局至少要找找手感 赛前武汉公开赛还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啊 说这个咱们文明观球 就不要就是球员进场球员离场都保持安静 以及中场不要做出影响球员的一些举动 比如说临时退场呀 手机铃声调出来呀 一系列的这些行为 反正丢中国人民脸的行为一律不能做 赫吉尔把带口收了以后 看一下这颗红球 这颗粉球 嗯 本球打进 稍微带一下 右下方底带一个反角度 打进这颗红球尽可能的去接黑球 目前已经是需要做四干了 因为刚才接了一干粉球 啊 画面出现了一些这个问题啊 这是确实有三年没有在中国办了 他这个上一批靠斯莫克吃饭的已经全部下岗了 切紧以后用最后一颗红球来做四方克 好球 这一干四方克质量做得非常高 母球直接一库贴到了黑球 切干 可以解不到 但是别给自由球就行 自由球一干是可以追回来十二分的 很恐怖啊 导播也是跟这个英格兰的导播学了一个坏习惯啊 喜欢对着球员脸拍 我们需要的是看桌面 好球 三库解到漂亮 好球员脸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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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黑桥后面藏 漂亮又坐上了 长台直接能打到 但是没打进 好 借助黑球再安排上一杆 先解到的黄球犯规 因为迪迪辉现在是超分的一个状态啊 所以斯诺克解不到也只是一杆的事 只允许解一杆 当然打进红球 赫吉尔就不挣扎了 这杆没坐上 好 争取一个防守的先手 拉开母球和红球的距离 这样赫吉尔就很难下手了 这个效果能不能坐上全随缘了 看缘分 嗯 刚好没有藏住 力度大了一点点 就少走一颗球位置 这个就做得很完美 这个掌声是给旁边球抬的啊 好 拉开距离 好 看 还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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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金辉如果说火箭发挥正常的话 丁金辉会在会在16进8遇上火箭 然后第四分区只有火箭这么一个抢手 如果丁金辉能顺利过关的话 打一个四强感觉是没有什么问题 马书布雷切尔都退赛了 包括大卫吉尔伯特以及多特 因为赛城安排的太紧密了 他们感觉调整不过来 加上去中国这个前程未卜是吧 还得掏机票 机票还挺贵 好像从英国飞到中国的机票是14000一张 最便宜的14000 贵的就2万多 甚至更高的都有 我说的14000这是人民币14000 14000英镑谁也不来了 拿个冠军才十几万对吧 64强才4500 这杆露球了 长台准一杆 这局拿下 好球 嗯 这个贺界尔就不再挣扎了 哇 黑球还打劲了 这样吃库弹起来 进入到收彩阶段 黄球翻带 不翻带 薄中带 薄中带没有薄进 1比0 金军辉拿下第一局